我真的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說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你也知道我也不知道 哈哈哈哈 我XX 你對 喂 好 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暴力不能解決問題 要多少錢 跟我說話 幹什麼 我幹什麼 他叫做黑吃黑啦 你不知道喔 我現在把錢 你不敢向 暴力不能解決問題 我可以解決你啦 多少錢 多少錢 我爸爸送給你聽 你要死啊你 導演跟我都是男生 所以知道男生的進程 大概是怎麼樣 所以就會從呼吸急速啊 然後到最後 就是你看到一些 奇殘的雲霞的時候 會害羞嗎 我是事後想起來害羞 真的是這樣 是事後出來的時候才發現 原來我在那時候做的這些事情 被一個大男人查找 對 我想幼稚園之後就沒有了吧 對 我確實是沒有被別人查過的找 大概 我幻想大概會是六七十歲那時候 對 沒想到這麼提早就經歷了 然後後面你說那個 自己享受那個戲 確實 有清查 然後但是我很感謝導演 導演跟我都是男生 所以知道男生的進程大概是怎麼樣 所以就會從呼吸急速啊 然後到 最後 就是你看到一些 奇殘的雲霞的時候 的那種反應 是什麼這樣子 嗯 然後在那一刻我們 我很感謝就是 導演陪著我走那一段 我覺得他也有所 就是有所 就是 顧忌到我 因為 演員還是彼此很尊重的 所以他還是會 看似是那個位置 但是又滑到旁邊這樣 然後我想說 嗯 其實 開玩笑 開玩笑 幾乎拍了一整個禮拜的 集情戲 我記得 會破皮吧 因為 全陽哥非常專業 然後 我覺得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拍床戲 就很像在拍武打戲一樣 就是每一個時刻 每一腳都是套好的 怎麼樣的床伴啊 是一個溫柔的人 喔 像個機器一樣 嗯 我覺得像個機器 像個機器 溫柔的機器啊 畢竟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這是常人能幹到的事情 我就去換了衣服 後來發現我換的衣服是 裡面是一件被 是一件襯衫 然後我就故意扣子 扣到 胸口 下方 然後我會穿一件非常緊的裙子 那我就開始想說 對手那麼多 我一定要 不一樣 他畢竟是教主 我就直接 他坐著 我就直接 坐在桌上 然後把我 把我的胸往前挺 然後他就可以看到我的內部 然後我以為我可以色誘他 他把我的衣服 我 我 他羞射了 就進去了 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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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可以感覺到那種 一種 爭訊時候的一種 張力 企圖心 對 我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